孫安佐金光閃閃 代言費比老爸主持費多四倍 還記得在去年結束了 八個月的牢獄之災 孫安佐被美方遞檢返台 不少人都替孫鵬低音擔心 砸了數千萬舊的寶貝兒子 回到台灣會不會成為 他們的大麻煩 好吃嗎 還不錯 跟聯方建運的書比哪個比較好吃 當然大廚必須比較好吃 然後孫安佐用行動證明 他就跟所有大男孩一樣 喜歡跟朋友玩在一起 也喜歡上健身房鍛煉身體 更不吝嗇展現一身肌肉 連館長都讚譽有加 也因此他也接到了 人生第一個業配 正是健身用的乳清產品 讓他直呼驚喜 能有自己的折扣碼的一天 甚至他也在YouTube頻道 分享自己受邀遊戲公司試打手遊 台面上看來已有兩筆進帳 算是短期內爆紅 又有前進口袋的成功網紅 根據圈內人士指出 依照孫安佐人氣 一篇業配文至少20萬元起跳 看似比他爸主持節目一集5萬元還好賺 不過孫鵬是代狀主持 按年薪計可能還是高於兒子 不過孫安佐人氣高 話題性強 日進抖進是指日可待